全球恐袭惊魂频传的时候 邻国泰国曼谷一辆轿车 昨晚在行驶途中 失控撞入了闹市著名的旅游景点 伊拉旺四面佛庙 至少有6个人受伤 警方初步调查 女司机是在驾驶期间癫症发作 导致轿车失控造货 目前是循着车祸的角度来调查案件 从B路电视片段可以见到 始发当时轿车是以高速冲向四面佛寺庙范围 沿途就像打保龄球一样将路人撞飞 十分惊险 这起意外发生在当地时间 昨晚8点半 40岁的女司机开着一辆蓝色的轿车 车上载着20岁的女儿 女司机怀疑癫症症发作 陷入昏迷 轿车则高速撞进了路口的四面佛庙 车子冲至佛像前停下 目击者透露 当时僧侣正在祈祷 突然传出了巨响 民众恐慌 以为是汽车炸弹袭击 四处的窜逃 场面混乱 曼国警方到场调查 排除了恐怖袭击的因素 表明纯属普通的车祸 去年2月 两名维吾尔族人 在四面佛庙附近 置放炸弹 炸死了20人 槟城多名游客客死一将 而曼谷当局也随之 加强了旅游景点的保安 排除了 得 Rox 然后 以赶 几楼 诺 曼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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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谷